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委员会宣布 副总统贺锦丽已经获得足够的党代表票 锁定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 贺锦丽就说了 非常之荣幸成为民主党的推举候选人 这件事不是容易的但我做到了 作为你们未来的总统 我知道我们已经做好这一场战斗的准备了 另外贺锦丽的选举筹款已经突破了3亿元 力压他的对手特朗普一亿三千八百万元 不过好像那边就不太需要筹款 大家现在看youtube 你们没买premium去除youtube的广告的话 应该都会见到特朗普和贺锦丽双方的竞选筹款广告 大家觉得哪一方多些呢 可以在下面和我们讨论一下 另外贺锦丽要成为民主党总统的候选人 已经是八九不离十 但也还差一个拍档 就是他的副总统人选 相信会在下个星期一之前公布 目前最越满的人选 包括是宾夕凡尼亚州州长夏比罗 肯塔基州州长贝希尔 以及亚利桑拿州参议员凯里 到底哪一个能够成为这个副手同学 来携手买向白宫呢 星期一的节目应该就会有分曉了 比作是你们想到太空最怕是什么呢 在太空漫游呢 或者会是很多人的梦想来的 我都不例外 能够在太空往回地球 才是最接近上帝的视觉 但是在享受这个宏伟景观之際 最怕的事就是落不回地球 两名美国的太空人 6月5日升空到国际太空站 原定6月13日就要回到地球了 但是他们所坐的波音CST-100 星际航线太空船出现几次的海气泄漏 和推进气故障 令到这两名太空员没办法离开太空站 美国太空总署说 两名太空人最多可以停留在太空站45日 但是由6月5日至今已经有59日了 波音公司强调一切都在计划之中 蛤?难道波音公司有心善他们? 国际太空站就有多个太空船的停泊港 但是适合及商用美国太空船的停泊港就只得两个 而现在两个停泊港都已经有太空船在这里了 其中一架就是这辆波音CST-100 太空总署说会在几个星期之内派太空人上国际太空站 相当于很隐悔地说如何处理这辆波音太空船 可能是不应该要把m地的停泊港 联邦司法部对影片分享平台TikTok和母公司智节挑动提出起诉 说他们违反儿童线上私隐法 法庭文件指出TikTok允许13岁以下的儿童创建账户收集他们的数据 又未能按照家长的要求将儿童的账户删除 TikTok发声明反驳表示不同意 强调他们已经采取了措施保障儿童的私隐 TikTok在今年5月起诉联邦政府 说国会通过立法要他们和中国母公司剥离和全面被禁 二选其一是违反宪法 相关禁令最早会在2025年的1月生效 拉斯维加斯17岁高中生刘逆斯遭遇违偶致死 声明涉案的同学与检方达成协议 承认一项叫做非预谋故意杀人的罪名 而换取不需要以成人的身份受审 写者的母亲批评 检方曾经承诺会以成人法庭起诉4人 这次的认罪协议令人错愕 案件发生在去年的11月就像画面所见的 刘逆斯在学校附近被人围毓 事后同一间学校的9个青少年被捕 其中4人在1月被控2级谋杀 这样打死人法最大的争议就是 应不应该将他们摆在成人法庭受审 在少年法庭受审被判罪成判刑都不会太重 但这项协议也相等于要4名被告承认杀人 检方说如果其中一个拒绝这个安排 4个人的协议都会全部作废 每一个地方都有他们的特色 一说到三藩市就不得不提同性恋和跨性别 6月是骄傲月 来到8月就是跨性别历史月 三藩市是第一个建立跨性别社区的城市 也是在美国第一个跨性别庇护城市 适逢踏入跨性别月 昨日8月1号市政厅举行升旗仪式 一个这么特别的日子当然就会有苏哲雅带我们来看看三藩市这个实质的色彩 除了升旗之外当然不少得的就是有政客演讲表彰活动 透过表彰跨性别的群体和贡献还有历史 去提高民众对于跨性别群体生活的认识 很多人都可能不知道的 彩虹旗大家熟了 旁边的粉红粉蓝就是跨性别旗 市长布里德和大家介绍分 最新签署的预算案之中反映了对于跨性别社区的承诺 以及结束跨性别无家可归倡议的承诺 2024-25和2025-26两个财政年度的预算案 都有包括到卡斯楚区青年住所计划 和Tamen Booten中心 市府各个部门亦都和跨性别倡议办公室合作 共同确保跨性别获得公平支持和免租忽视 昨天三藩市市府非常热闹 数捷雅除了为我们带来跨性别月的升旗仪式之外 还可以给我们看一下独立工人组织工党统战委员会的集会 在最高法院判完之后加州州长亦都开了声 要全个加州各市各院一起合作清理露宿者营地 当然整件事大家普遍认为 州长今次这个完全和过往不同的举措 是为出身于湾区的何锦丽助选 而这个工党统战委员会 就对这些清理露宿者营地的行动感到不满 提出要逮捕监禁亿万富翁 而不是露宿者的观点 换成我们的话说就好像是结婦制品 又或者是认为有钱本身就是一种罪 集会组织就说了 加州是一个腐败的社会制度体系 州长柳森和市长布里德都是资本家 撒毁劳动人民的生活 即使全职工作都买不起房子 更何况是健康和精神都有问题的露宿者 这些人都已经没有地方住 政府还要将他们的东西拿走 简直是令人讨厌 我知道很多节目的观众都来自加州的 对现时的加州有什么意见 对未来的加州有什么期望 欢迎在下面留言 可以给来自其他地方的观众了解一下 我们是加州在地的声音 今晚的时间多